金融市场周二充满戏剧性 好友及弹有一度角力 结果人士好友占上风 首先有外电报道 美国感恩节后的网络 星期一销售额十分强劲 带领美股高开 之后北韩发射弹道导弹 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失言 一度令美股升幅收窄 即后美国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 通过税改议案 将会与参议院进行全体表决 市场料结果会一致 刺激股市再次上扬 美股三大指数 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 道指最终收报 23836点 升255点或1 09% 标指收报2627点 升25点或0 98% 那指收报6912点 升33点或0 49% 代表细价股的罗素2000 指数一创新高 收报1536点 升1 53% 反映美股升幅全面 俗称恐慌指数的VIX波动指数爆9 98 人远低于20的警戒线 反映市场毫不恐慌 后市方面 尽管美股今年仍会向好 但摩根市丹利首席全球跨资产策略师Andru Sheets警告 投资者需要对明年谨慎 主因是中国及美国经济增长有放缓的风险 再加上全球通胀或会升温及洋行实施货币紧缩政策 将令2018年变得满步陷阱 全球股市料在明年首季持续向好 但会是投资者的逃生门 若投资者错过了今次声浪 仍可考虑买 能源股座位搬车 因往期显示 能源股在经济扩张末段的升幅是最显著 法新易预警 由于市场波动性偏低 股市很久没有大调整 投资者已处于温水煮挖阶段 恐怕在不久将来不知不觉堕入雄市而不懂得逃离 该行呼吁投资者要开始减持股票 切勿奋身 另外联储局后任主席鲍威尔周二发表讲话 他表示近期美国通胀数据疲弱 让他感到惊讶 如果通胀下滑 联储局能以更慢的速度加息 他又称支持12月加息的因素正在增加 为加息要保持耐心